聽說三位都沒有念完大學 對 對 但是 我得必須說 沒有念完大學 都是因為在大學 還沒念完的時候 就發展得很好 但我就有一個問題 是 謙哥你是多餓 你怎麼沒有停下來 我想說那邊畫面再移動 真的 很棒很棒 今天就靠你吃了 好不好 那時候你們 後來是沒有繼續念的原因 是為什麼 因為真的太忙 然後身體有點負荷不了 就是你發現 你人生的就是極限就是 不要讓自己死掉 但你好像快接近了 所以就是要稍微調整一下 設計系真的會瀕臨 聽說他有幫你 對 做過 一張作業 一張作業 那一張作業 老師愛死 怎麼會這樣子 這怎麼打臉的就是 這是我人生中最大學 因為他去上學我會在他去 是 然後有一次呢 他們期末平選 對 就是時裝週 時裝週 時裝週要畫55張 對 所以你還有經歷做服裝週的 對 好恐怖 超可怕的 真的很恐怖 真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要畫50張嘛 男生就是25張 女生25張 對 然後他就說 他要幫我畫 我說好 那你就畫 因為他也不讓我畫 我就說我幫你分擔 他說不要 我就拿一張 好 然後就是老師選 就是選四張嘛 就是男生兩張 女生兩張 然後就有一張是他 有50張的紀律 對 這個好氣 要畫一張得一張 這就叫 這感覺真的會很奇怪 當下我超討厭他 因為我在教室外面看他 老師選 老師說你這張很棒耶 好像 這張不錯 好像有的時候會變成這樣子 就無招生有招 對 對一個 一天只有睡兩個小時的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難安慰到我們 畫了49張 對 好吧 他畫一張得一張 這因此錯學 沒有啦 他打擊了他 我不適合這條路 直接翻桌 謝謝 對 那那個時候 你不是念設計的嗎 我不是我念哲學 唉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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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理解了 可以理解 理解 歌詞的方面可以理解 因為我唸文大哲學 然後後來發現 可是在唸的途中 大一又去那個 音樂公司打工 是 去整理唱片 做助理這樣 然後後來發現自己 喜歡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發現跟自己的所學 好像沒有什麼關聯 我也覺得 該是認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想做的事情 然後我就跟我爸媽講說 你們不要再給我學費了 我也打算退租 我們就不要上學了 然後因為我去上班 然後就去 然後就去選秀節目 然後去比賽 然後去租房子打工 這樣 我覺得那個感覺也很特別 對 就是你忽然間好像知道 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家裡也支持你 那個時候 家裡是很支持 他說只要你 不要覺得會辦什麼而廢 就好